台宏外交關係正式告終 近幾年中國屢屢砸錢挖藏腳 卻難以動搖我國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 我們不會讓他們離開台灣 二零二二年前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後 這番話讓共軍文攻武嚇 威脅失效 反擊起一波歐美訪台順風 CN駐臺記者撰文分析 中國以為能靠外交孤立臺灣 實際上卻非如此 內文提到表面上 臺灣似乎在外交戰上屢屢挫敗 但深入觀察能發現 臺灣不斷增加對全球的影響力 透過非官方形勢與西方國家建立關係 非官方關係穩固 無外培洛西訪台 也不影響現任中院議長麥卡錫 四月初會晤蔡英文總統 二十一號首次來臺參訪的德國教育部長 讚臺灣是有潛力的合作夥伴 談到我國科技實力 護國神聲 當然不讓 CN駐臺記者推文強調此次斷交 不代表臺灣將失去國際認可 來自非邦交國 非官方關係的支持 對臺灣的安全及經濟更加重要 三立新聞環宣報導